各位朋友大家好 現在春節很快就過完了 很多海內外的民運的朋友又在各就各位準備 再一次向中共的專制統治發起攻擊 2019年農曆豬年對中共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不利的年份 他們也意識到了今年經濟極有可能出現大崩潰 那麼經濟崩潰之後緊接著的肯定就是政治上的大危機 政權的大崩潰 所以說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中共的公安部長趙克志就在對公安系統內部的一個講話中強調 今年的主要任務是防範顏色革命 什麼是顏色革命呢?就是老百姓民眾大規模的上街 用街頭運動的方式摧垮一個政權的革命的模式 後來習近平在召集各個省的幾百名省級領導幹部 在對他們講話的時候也說 說今年我們要確保政治安全最重要的一個任務 尤其是要確保政權的安全和制度的安全 什麼能夠威脅他們的政權 什麼能夠吹垮他們的制度呢?那就是顏色革命 那就是街頭革命啊!他們會採取哪一些辦法呢? 在國內他們會加強對政治反對派的監控 無論是體制內的還是體制外的 這些反對派的人士大家一定要做好準備 監視和控制將會比以前更加的嚴密 如果大家被他們看出來要準備有所行動的話 而又被他們掌握了這個行動的信息 那麼他們極有可能進行了鐵碗的鎮壓 尤其是我們政治反對派 因為我們的人數不多 而我們在這個國家轉型的過程當中 擔任著一個極其重要的角色 是一個掌握未來民主運動 未來民主變革的方向盤的這樣的一種作用 所以說這些老司機 民主運動的老司機 大家一定要一定要保存實力 一定要保護好自己 不到最後的時刻 絕對不要輕易動手 一旦動手 大家就一定要以吹鼓拉朽的方式 一舉擊垮中共 現在我們大家都暗中做好準備 準備好自己的團隊 準備好自己的聯絡 等待這個重大的時機的來臨 中共還另外一個方面 他是想從整個社會的全盤考量的角度 來消除一些重大的隱患 比如說現在社會各個階層 全國各個地區都有一批維權群體 維權運動的這些骨幹 那麼很多地方都有群體性事件 群體性事件一旦興起之後 某一個地區的中共會比以前更加迅速的反應 他們會調集周邊地區的這些警力 迅速的進行鎮壓 大家看一看 今年年初的這個金湖事件 金湖老百姓因為反對讀疫苗 而舉行的這種群體性事件 很快只是一天的功夫就被鎮壓下去了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中共對這個群體性事件 防範比以前更加嚴密了 以前需要三天到一個星期的調動警力 這個時間現在只需要一個晚上 所以金湖事件爆發之後 第二天他們就從周邊的五六個城市 是調集了兩三千的武警 就撲滅了那一起群體事件 所以今年他們會更加嚴密的防範 同時呢 他們也在全國範圍內 整個社會 他們要把一些重大的隱患要提前消除掉 現在他們正在鼓吹所謂的返鄉創業潮 前幾天胡錦濤的兒子 浙江省利水市的這個市委書記 叫做胡海峰 他還發表了一篇文章說是新時代的上山下鄉 整個體制,整個政權都要進來鼓勵他們 什麼是新時代的上山下鄉呢? 什麼是返鄉創業潮呢? 說白了就是現在中共經濟已經大幅度的下滑 很多企業倒閉,企業倒閉了之後 就有大量的失業人口 這些失業人口如果是留在城市 那麼就極有可能成為衝擊中共統治秩序 反抗中共統治的生力軍 那麼怎麼辦呢? 就要把他們趕回農村 顏色革命主要是在城市 尤其是在大城市爆發的 這些城市是顏色革命的主戰場 這些城市是中共的政治和經濟的命脈 所以說他要把這些不安定因素都趕到鄉村 讓他們在鄉村自生自滅 一個鄉村如果當他們在全國斷網之後 你在村裡面隨便怎麼鬧 外界不了解不支持 那麼你跟外界聯繫不起來 你所有的這些反抗都等於是白幹了 對中共沒有太大的威脅 所以這就是所謂反鄉創業潮 新上山下鄉的這樣一個巨大的陰謀 當然了,除此之外 他們這個上山下鄉,反鄉創業 這是利誘,這是欺騙的成分 還有用強力驅趕的 比如說前年去年他們所做的 在北京在上海少數大城市所做的 驅趕低端人口的這個舉動 這就是用強力來強迫這些極有可能 對中共造成這個 中共的這個統治秩序造成威脅的 這些社會底層的民眾 把他們驅趕回老家,驅趕到鄉下 不讓他們在這些重要的 中共這個專制統治的這些重要堡壘 比如說北京在上海這些地方 讓他們在那個地方來威脅中共 這是在國內採取的一些手段 同時他們在海外也沒有閒著 中共對海外民運的打擊也從來沒有停止過 在過去對海外民運主要是運用污名化 比如說看見這個民運的一男一女 兩個人在一起說話 就說他們是在搞男女關係 如果看見會場上有兩個人在進行爭論 然後就被他們渲染成了民運內部大內訌 這就叫做捕風捉影 現在發展到什麼階段呢?發展到無中生有的階段 比如說前兩天我跟建民在一起吃飯 就講到了最近對他進行碰瓷的一些事件 一些人 那就是無中生有啊 建民剛剛出國來不久 一出來就和我們取得了聯繫 然後我們在一起來從事民運活動 現在建民是全民共振平台的發言人 做了大量的視頻宣傳全民共振的 抨擊中共的暴政的 那麼當然會引起中共的不滿 而他這個人呢 形象又非常的正面 你們找不到任何可以攻擊的這種口實 那麼甚至是捕風捉影 他們連那個風都捕不到 那麼怎麼辦呢? 居然出現了非常非常荒唐的一種指控 說現在這個吳建民跟過去的89年的南京的那個學運領袖吳建民 那不是一個人 這個人是中共派出來的特務 那個人呢早就不在了 我和建民雖然在國內的時候沒有接觸 這個相互之間沒有見過面 但是我們有共多的眾多的共同的朋友 那有一些朋友呢是他89年的戰友 有一些朋友是他後來在進行維權行動中的 大家的同這個一起共過世的同事 那麼這些人是我們共同的朋友 正是由於他們的介紹 我們才能夠互相認識互相信任 也正是因為有這種強烈的這個 互相信任的這種留待 我們才能夠在一起進行全民共振的這個行動 那麼現在居然有一個人跑出來說 這個吳建民是假的 你說荒唐到什麼程度呢? 難道中共真的掌握了外星人 人力天黑科技能夠把一個成年的吳建民 能夠克隆出來嗎? 然後再把他移植到海外來嗎?荒唐 但是中共他們就會用這種荒唐的指控來破壞民運 為什麼呢?他們知道現在有一大批人 他們會選擇繼續傳播這種信息 因為他們是中共的走狗 還有一大批人呢?他們會選擇相信這種信息 因為他們是腦殘 正是因為有這批走狗 有這批腦殘 中共的統治才一直會維持到現在 他們還想把這種統治繼續維持下去 那不僅僅是對建民 對原鄉居士 也有很多的攻擊 比如說原鄉居士 他們經常在這個視頻當中 在抨擊中共的時候 他運用了一些信息 是中國傳統文化的 傳統玄學的 傳統宗教的這些信息 那麼就被那些人攻擊成了 說他是神棍 他裝神弄鬼 中國過去的宗教 中國過去的文化裡面 有大量的反抗專制的成分 尤其是中國傳統的宗教 那麼現在原鄉居士所做的這個工作 就是要把那些 潛藏在各個傳統宗教裡面的 那些反抗的因子 要把它激活 要讓他們站出來 真正的跟中共來進行一次大對決 現在在全民共振 也就是包括了 讓所有的中國的傳統的宗教的力量 也一起震動起來 也一起來加入這個反共 反專制的這種大合唱 這不是一件很好的工作嗎 你們怎麼能夠說他是裝神弄鬼呢 他這是目標性目的性目標性很強的 一個宣傳動員的工作 那就像我這種人 居然也有人造謠說我在高中的時候 就亂搞男女關係 就有了私生子 那我後來就拜託了這位造謠的人 我說你把我這個私生子找出來 讓他認主歸宗 我必有重賞 但是到現在兩三個月了 現在我還沒見到我那個私生子 所以說現在中共他們對海外民運的這種污名化 現在有進一步的加強 這個還不是他們的底線 他們的底線是什麼呢 前一段時間我建民和原鄉 我們都接到了人身威脅 守法如出一轍 一看就知道這個是中共來做的 非常的專業 所以以前我在視頻裡面講過 現在我就不再次贅述了 那麼現在又有進一步的發展 前幾天呢 建民接到了一個非常非常奇怪的 這樣三代的三個客人 這三個建民是搞旅遊生意的 那麼這三個客人呢 他們說是要到拉斯維加斯去看賭城 然後呢 從拉斯維加斯去到這個大峽谷 要去看風景 那麼他們的這個行程安排非常的奇怪 他們說每天白天他們要開車到大峽谷去看風景 然後晚上要回到這個拉斯維加斯來賭博 大峽谷到拉斯維加斯 這是兩三個小時的路程 那麼一來一回每天在路上啊 就要耽誤大量的時間 但是呢 這三個客人居然就選擇這樣的行程 這是建民做生意以來 做導遊生意以來 從來沒有碰見過的這樣的客人 而且這三個客人呢 這個組合也很奇怪 就是兩男一女 那麼其中一個男的是40多歲 還有一男一女呢 大概在30歲左右 看起來都相當精幹的樣子 不像是一家人 也不像是朋友 因為這兩種不同的年齡 在這相互之間有代溝 又不是那種上一輩和下一輩之間的那種關係 看著就像是工作關係 那麼這三個客人呢 要求建民呢 開車從拉斯維加斯帶他們到大峽谷 在這個過程當中啊 就不斷的要建民下車啊 說是把車停下來 他們在那休息 讓建民呢 就去幫他們呢 去辦一些事情 去買一些東西 後來建民就意識到 這裡面呢有個大問題 因為從拉斯維加斯到這個大峽谷 這個路程當中啊 有一些部分呢 這個是地勢非常險峻的 開車啊是非常危險的 是特別容易出車禍的 而這三個人呢 又經常選擇這些地段呢 就下車讓建民一個人開車出去 所以說建民就感覺到這裡面呢 非常非常的不好 這個預感就非常的不好 雖然雖然沒有明確的證據 說他們就是中共派過來 要來對他下毒手的 但是等到你真正掌握這個證據 等他們真正下了毒手之後 那些證據又怎麼用得上呢 那時候已經目以成舟了 已經造成繼承事實了 後來啊我聽說這個消息之後啊 我就告訴他 當年十多年以前呢 那張宏寶就是中華養生工的那個創始人呢 張宏寶就是在那個地區出的車禍 張宏寶很多民運的朋友 都對他非常了解 那是當年中國的一個風雲人物 他的中華養生意志工 在國內啊有幾百萬的信徒 有幾百萬的學員 那麼後來中共就對他這個人呢 非常忌憚就想辦法迫害他 說他是強姦犯 他不得已就逃亡到美國 但是即使是逃亡到美國 也沒有逃出中共的魔掌 那個時候啊還對中共啊 他們的狠毒這種程度啊 還不太了解 因為到美國就安全了 結果他到美國就被人又死到大峽谷那一帶 當他們在那個地方啊 這個駕車旅行的時候 就被一輛大火車 在一個非常奇怪的一個地段啊 被大火車相撞了 最後啊他就在那個地方啊 喪失了自己的生命 後來整個的這個中共的系統 也由此啊就瓦解了 中共就是因為就是用這樣的一種手段 消除了一個對他們政權的一個重大的隱患 如果張宏寶現在還活著 那麼他可能就是啊 除法輪功之外的 第二大在國內的這種宗教性的力量 能夠反對中共的宗教性的力量 那麼現在呢 我們全民共振才無疑已經佔到了 反對中共的最前沿了 佔到了海外民運的這個最前沿了 現在我們是海外民運中的革命軍中馬前足了 那麼對我們這些人肯定是要進行這個強力的打擊的 我們對此啊 一點都不會啊不掉以輕心 但是呢 我們也做好了準備要打擊就來吧 為什麼 我們呢 可以這樣坦然的面對他們呢 因為我們知道要改變一個國家 要催垮一個專制一定是會有犧牲的 那麼什麼人最容易犧牲呢 就是這些啊 衝在最前面的人 這些啊 最先對中共罰起攻擊的人 這是最容易出問題的 這是最容易成為犧牲品的 但是必須要有這樣的這樣的鋪路石 這個革命之路才能夠走得通 但是呢 我們也相信 我們的所有的這些努力 我們所承擔的風險 那不會徒勞 不會是白費 因為 只要我們其中任何一個人出事 那麼其他的所有的這些同事 這些同道一定會啊 繼續把這個全民共振的事業一定會做下去 而且呢 它會運用這些已經出事的這些事件 中共對我們打擊造成的這些啊 為我們所積累的影響力來繼續推進全民共振運動 每一個人的犧牲都會有它的價值 而這個價值最後會體現在推動革命的這個動力上面 讓這個動力更加的強勁 所以說要有打擊 你們就來吧 現在啊 中共他們想打一場超限戰 我們呢 也是在打一場超限戰 我們打的這場超限戰呢 是文明的 是運用語言的力量 是激發人內心的正義感 是用這種方式 讓我們的信息傳到國內 讓我們行動的信息傳到國內 激發出大家的行動 那中共呢 他們是運用邪惡的方式 他們是用啊 人生消滅啊 人生侮辱侮蔑的方式 今後還會有 各種各樣奇怪的信息 大家還會有 所以說大家啊 對此啊 一點都不要懷疑 一點都不要感覺得奇怪 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呢 跟我們一起大家來推動這個全民共振 現在啊 我們正在籌劃的一個行動 就是啊 3月5號 也就是兩會開幕的那一天 我們要進行一場全國性的這個大動員 讓全國各個地區各個階層的這些維權群體 退伍老兵的群體 失業大軍的這個群體 大學畢業生還沒有找到工作的 畢業及失業的這個群體 強爭強拆受害者的群體 各種金融詐騙受害者的這個群體 比如說P2P爆雷槽的這個受害者群體啊 一珠寶的群體那泛雅的這個群體 所有的這些金融詐騙受害者的群體啊 還有毒疫苗毒食品的這個啊 各種醫療事故受害者的群體 所有對社會不滿的人 大家對這個政權不滿的人 大家一起在這一天走上街頭表達民意 走上哪裡的街頭呢 走上這個各省的省政府周圍的那些 防滑商業街的那些街頭 在那個地方最容易聚集 也是最安全的聚集 聚集到足夠的人 大家就集合起來 向省政府向省委大樓進發 或者是向省周圍的這個附近的人大常委會的辦公駐地啊 去進發 向那些地方進發表達我們的民意 全國各省大家一起來行動 大家一起來進行共振 3月5號我們跟大家約定這樣一個時間 3月5號下午3點鐘正式開始 一直到一直到全國的兩會正式閉幕為止 這就是我們中國人民啊 中國老百姓表達自己民意 表達訴求的一個極佳的時機 今天就講到這裡 關於這個全民共振3月5號的共振呢 我們還有繼續會做很多的視頻 會做很多的圖片 我們要把這些聚集的地點呢 再具體化 希望接到這些信息的朋友 在你們安全的情況下 大量的傳播 向周圍的這些維權群體傳播 向周圍的親戚同事來傳播 讓這個信息啊 在全國各地 能夠形成廣泛的影響 最後能夠激發出大規模的街頭行動 謝謝大家 再見